大家晚安 我是这团戏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稳定 北部下起了一场午后大雷雨 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面开始看起 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有两个台风 目前正在台湾附近 在台湾东方的 这是这个苏立台风 预期接下来移动方向 是持续长往西北方移动 往日本的九州而去 对于我们没有直接影响 可是如果在未来几天到下周 有前往九州的朋友们 需要多注意 天气可能会不太稳定 另外一个台风 已经进入到中国内陆 这是这个中旅台风 它接下来将会逐渐消散 对于我们也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在这礼拜连续有好几个台风出现 不过还好 对于我们都没有直接影响 那主要的这个天气状况 还是以西南风为主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未来几天预测 都还是以西南风为主 西南风吹上来 在迎风面的这个中南部沿海 很容易在清晨的时候 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出现 那至于在中午过后 山区也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所以呢 在这个周末两天啊 其实我们台湾各地的天气状况 都是不太稳定的 如果您有些这个户外活动的安排的话 稍微多注意一下 我们从这个降雨预测 就可以看到 星期六以及星期天 几乎是全台湾都有一些下雨状况 不过这种雨势呢 不是整天下雨哦 主要在中南部 是以这个沿海 这个清晨的时候 有些下雨的情形 在这个其他地方呢 大致上是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雨为主 所以呢在上午的时候 天气状况 可能是稍微比较稳定一些的 那这种类似的天气 将会持续到下礼拜哦 一直到星期一以及星期二 都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出现 所以提醒您 如果有户外活动的话 可以带上雨具再出门 会是比较保险一些的 至于在温度上面呢 星期五今天晚上的温度 北部以及整个西半部 高温可以来到 31到32度左右 还是比较闷热一些 那至于在东半部呢 高温也是可以来到 31到30度左右 所以呢这种比较闷热的温度状况 到了晚上都将会是持续的 但是在明天呢 因为这个云量比较偏多之下 这个白天的高温 其实没有上升的这么多 北部的高温大约是来到 32到33度 中南部大约是31到32度左右 感觉起来比较闷热 但是还是不至于到 这种36 37度的这种高温状况 至于在东半部也是一样 比较闷热的这种天气 提醒您在户外活动 都要多注意 小心不要中暑了 最后几个重点提醒给大家 低压带笼罩 在周末的天气上面 还是比较不稳定的 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台南至屏东 上午在这个清晨沿海的时候呢 容易有一些这个震雨的状况出现 这种闷热天气 将会持续到下礼拜 户外活动都要多留意 好以上今天天气